川普总统是2月中旬将弗林解职的 在此之前有媒体报道说 弗林对副总统彭斯撒了谎 叶茨对参议员们说 在副总统彭斯表示 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没有接触之后 他在1月下旬向白宫法律顾问 发出了问题严重性的警告 副总统和其他人有权知道 他们向美国人民传递的信息是不真实的 俄罗斯方面也了解弗林将军做了什么 俄罗斯方面也了解弗林将军误导了副总统 那问题是什么呢 这就造成了可能招致损害的情形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可能会受到俄罗斯的勒索 白宫高级官员先前表示 叶茨的警告是非正式的提醒 没有立即引发担忧 参议院听证会举行几个小时之前 有媒体报道说 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11月大选几天之后 曾提醒川普说弗林不可信 白宫方面对此给予证实 奥巴马总统表示 他并不是弗林将军的粉丝 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担心弗林 为什么不取消他安全审查通关资格 好几个国会委员会都在就一个 更严重的问题展开调查 你是否了解是否有任何证据 可以显示川普竞选团队的任何人 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 与俄罗斯政府或者情报机构串通一期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需要我泄露机密信息 所以我不能回答 但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普认为 没有人怀疑俄罗斯试图介入美国的选举 如果我们民主政体的根基受到威胁 要求我们保持警惕并采取行动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这种情况 克拉普说 俄罗斯去年取得的成功 会纵容莫斯科继续干涉美国和全世界的选举 美国之音 鲍曼国会报道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订阅 明镜与 过访阅 rière 打赏支持明镜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